我就是想要做是一个特别适合分享我平时生活的地方 能过来就发明了一种 别拖了 别紫 说自己会一样的这件事 还是不断地去追求答案 这样子会对得起回这件事 哈喽 胡宇童 生日快乐 小灯师傅 小灯师傅又见识了 今天生日会觉得怎么样 我还没有看那个现场 因为我心里特别 因为我今天做了太多之前 没敢走 等一下要把那个同事放过 我看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样 预期的一次压期 我相信吧 不能再多 还就是去年微妙的事 因为我急于实现了 今年真的实现了 我希望如果 弄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话 就多多努力 然后 希望我今天在这儿 可以告诉大家 我有事情 我其实欠了 巧不出好多东西 因为我最想要就是一个 特别适合 分享我平时生活的地方 你说我懒惰 懒受自律 所以后来就发明了 别拖懒 别拖懒 别自律 所以我很惊讶把我的 平时生活里面 这些和自己 做这个 斗争的 做这个 拜托的 经验分享 生日过 然后还有之前 就不会那么 把这些经验 尽快 分享到 这些经验 在你的小狐书上面 有很多的小狐书 向你提问 那我们今天 来个再次翻牌吧 第一 小狐亮眼的小秘诀 是什么 其实有点近视野 但是我的近视野呢 是因为 你还做了两个 多数 有点多数 大概 200多 100多 有点减 所以有的时候 我会 看东西 就会 做了一点累 然后 有时候 我玩手机 冲浪 我就会有点 像动机眼 就如果大家发现 我某一段时间有点斗激 那就是我这段时间冲浪冲 百病小姑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 今天如果这样就算会rap 或者这样就算会舞蹈 或者会唱歌 我觉得是对这个 真正属于这个职业的人不公平 所以会这个字太简单 大家都会在追求质量 追求什么 追求精力 说自己会一样的这个事 还是不断地去追求他 这样才会对得起会这个字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那么喜欢吃鸡蛋呢 我今天是不是这么大事应该吃鸡蛋 他说太匆忙了还没吃 所以今天好像我家 一定要吃鸡蛋 然后今天还收到了一个矿的鸡蛋 听说这个鸡蛋是我的 但是我们养得鸡下的蛋 好想吃 今晚就会 出点鸡蛋给自己吃 今天我们从开始包饿到海链 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分享在小时 希望大家看到我们这一次 是为了太简单 希望大家知道他其实 虽然叫叔叔回 但是还是做了我音乐场的重点 谢谢大家喜欢 音乐人 我说 祈礼联盟 不许多 谢谢 谢谢 我希望记忆里的一天 都是我们的一天 我希望你正在地区 最后的深信 找我的风景